前朝政府两年前调高了第二家园计划的申请门槛 备受批评 更导致申请人数逐渐九成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经验宣布 将重新检讨有关计划的申请条件和资格 并承诺让申请过程变得更为灵活 旅游部发文告指出 部长拿多斯里张庆信 昨天已经和内政部秘书长鲁吉乌比开会 除了达成协议 双方也同意让旅游部旗下的中介机构 透过第二家园计划一站式中心 为申请者提供申请援助和整理文件 再提交到内政部或移民局 另外为了促进本地旅游业发展 会议也讨论了向中国和印度游客 提供落地签证的设施 旅游部将向内阁提成建议 采取下一步行动 根据我国第二家园计划 2021年最新的申请门槛 申请者必须至少有 至少100万令吉的永久存款 以及至少150万令吉的流动资产 是早前的三倍之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